大家好,我叫廖明忠 我今年是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的碩一的學生 大家可以叫我小明 就是經常出現在各種不幸事件中的主角小明 我目前是擔任台大公會裡面的理事 我們有好幾個理事,還有一個理事長 以及就是動物組的組長 那動物組基本上它是組織動員加事務部合併的一個部門 好,那我想就是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沒有人曾經在報紙 或者是電子媒體裡面聽過台大公會的這個組織 有嗎?有人有聽過嗎? 那如果說大家願不願意跟我說 因為我們好像蠻常玩三個關鍵字的這個遊戲 那要不要請聽過的同學要不要講一下你們覺得 如果你要給台大公會關鍵字的話 你會給哪一個或哪三個? 有沒有人要嘗試看看? 好 好,我昨天有問了一下我的一些朋友 然後,比如說有人會說 呃,台大公會是不是都是一群暴民 就是天天跟警察衝撞啊 然後,非常的可惡啊,惡劣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者說有人也會覺得說 呃,台大公會是不是就是一堆人吃飽沒事 然後,就是賣萌啊,裝可愛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今天就主要會 這個三個關...呃,我接下來會提出我認為的 三個關鍵字 就是說,如果你問我,台大公會 呃,我願意給出哪三個關鍵字的話 那我想,第一個我覺得還是給 研究生勞動權益 就是,呃,我們的主張是 台大基本上是一個類似企業體的一個事業單位 比如說裡面有很多的,呃,住教 有很多的清潔工,有很多的職員 那其實就跟一般的私人企業一樣 比方說,呃,台鐵有台鐵工會 然後,中油有中油的工會 那工會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一般的企業工會就是要保障 在這個企業,這個單位裡面的 每一個勞工,他們的勞動權益 比方說,薪水不可以持發 然後呢,你應該要給加班費 然後你不可以超時工作等等的 或者是一些最低薪資的保障 呃,勞保跟健保等等的 那,只是今天台大工會的主張是 我們的這個老闆 就我們大老闆 基本上就是台灣大學 所以我們基本上認為台灣大學 也應該要,基本上是一個企業啦 那他也必須要致富盈虧 然後他要各種不一樣的募款手段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產生了非常多的勞動問題 比方說有非常多的學生 接老師的國會會計畫 或者是一些技術轉移的計畫等等的 然後可能必須要沒日沒夜的加班 為他的老闆就是做各種事情 好,所以我們為了解決這些 這些非常惡劣的勞動條件 我們就成立了台灣大學工會 在2012年的1月份的時候 可是之後我們其實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比如說,比方說台灣大學就說 我不是企業工會 然後呢你們是學生 你們不是老公等等之類的 但是,雖然這一路走來 有非常多的挫折跟失敗 但我覺得其實台大工會還是做 還是達到了某一些的效果或者是目的 比方說,國歌會其實就已經說了 只要你的這個經費來源 是從我國歌會出來的 那只要你是國歌會聘的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或者是臨時工 你們基本上就是勞工 也依法可以享有所有勞工的保障 比方說勞保跟健保的計算 那勞保它的重要性是在於 就是在未來的比如說25年之後 大家可能要領退休金 65歲退休之後會有領到一筆退休金 基本上除非你不是公務員以外 除非你當公務員 不然一般的私人企業 退休的員工都非常依賴這筆退休金 那依照勞基法的規定 企業主是必須要幫所有的勞工保的 意思就是說 我勞工我今天為犧牲了我的青春 就是奉獻在這家公司裡面 那這家公司的主管就是老闆 他們必須依法幫我保勞保 意思是說錢應該是老闆出不是我出的 但是台大就會說我不想要出這筆錢等等之類 那其實非常多的私人企業的公會 私人企業的公司 私人企業的公司 他們也沒有依法幫他們的勞工保這個勞保 所以他們的比如說企業倒閉 或者是惡性倒閉的時候 他們的員工都領不到應有的退休金 或者是離職金 支遣費等等的 總之就是在台大公會的努力之下 國會會就是有修正他們的法案 然後告訴大家說其實這是勞工 那可是台大就會覺得 台大就會覺得基本上非常的不爽啊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就提告 他就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告 然後認為說我們應該是學生我們不是勞工 所以我們後來就辦了一些記者會 然後我們 就是我們台大公會的成員 比如說有一些律師 就是台大法律系的學長學姐 那他們本身也是律師 就是有考上律師執照 那他們比如說他們會熬夜討論 訴訟要怎麼打 比如說答辯書 然後狀子要怎麼寫 然後我們與 校方或者是老委會做協商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有哪些沙盤推演 等等的 那總之 就是我們就辦了一些一系列活動 那我的部分 就是主 動物組的部分主要就是組織跟動員 那就是比如說我們動員學生 來聲援我們的活動 然後支持我們的理念 把我們的理念傳達給 校園裡面的勞工 那就是蠻 就是蠻幸運的就是後來就是 北高行政法院 就是認為台大的這個提起的訴訟 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在這一次的 與台大交鋒的過程當中 就是台大公會是勝利的 OK 好 但除了法律跟訴訟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非常多 比如說形象 或者是形象管理這一塊 那這也是動物組主要 就是我負責的業務 比方說我們有 我們會介紹一些 台灣公運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 比如說曾茂欣 或者是 國外的一些大學裡面的工會 比如說紐約大學 他們也有一個研究生工會 那研究生工會 在台灣 目前來講就只有台大有 那我們就是首創 所以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到底以後要往哪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去搜尋 那其他 比如說國外的這些大學們 他們如果有工會的話 他們是怎麼運作 那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那基本上這些工會的目標 或者他們的任務 就是代表學生 然後或者代表校園裡面的勞工 集體向校方進行一個談判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利 那另外我們也會去訪問 呃 台大校內的各個學生 或者研究助理啊等等 看他們 他們的勞動狀況如何 那比如說他們有沒有超時 加班的這些情況出現 那第三個關鍵字 我覺得其實就是回到 工會這個字 就是 就是團結 就是我們 我們必須要在一起 那這個我覺得 才是 我們這個組織 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字 我想 台大公會是如此 那其他的 不管是要創業的組織 或者是 一般的私人企業 我想 情況也不會差太遠 我想 一個組織能不能夠存活下去 很重要的當然就是他 組織內的成員 有沒有彼此的 有共同的目標 然後他們 願不願意積極的協商 然後討論 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如何共同解決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 會員大會的時候 所拍的一張照 那我們 我們目前的會員 是七十幾位 那台灣大學的 學生 光學生的部分 大概是三萬多名學生 然後 三萬二 三萬二到三萬五 然後再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職員 比如說 教務處裡面的啊 或者是 學務處裡面的 一些約聘人員 其實 這間學校加起來 大概是四萬人 那這四萬人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的人 都是老公 都具有老公的身份 所以我覺得我們 未來其實還有非常長遠的路要走 OK 那最後就是說 在我的演講的最後面 我覺得 就是台大公會目前 遇到了一個 一些非常重大的爭議 比如說 學校會透過一些修法 因為他有掌握資源 他有 他在各個會議裡面的席次 是占絕對的優勢 所以台大公會 沒有辦法在這一些 所謂的意識路線中 取得一些 取得優勢 所以我們才必須 靠媒體 比如說我們抗議啊 辦理記者會啊等等 去影響學校的政策 那我們目前遇到了 雖然說我們目前遇到了 一些非常重大的一些挑戰 就是在 學校即將通過一些修法 那可能會讓台大公會 過去的努力 全部都 全部都消失 那不僅如此 學校這一波修法之後 連帶的就是教育部的修法 那教育部修法完之後 全國的 全國大專院校的研究生 可能都會 就是 慘遭非常可怕的對待這樣子 所以 那但是即便 即便我們遇到 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那過去我們其實 也並不一直以來都很順利 包含我們在成立的時候 就被 就被駁回兩次 就是我們去台北市勞工局 說我們要成立工會 然後台北市勞工局 就說不行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後來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才成立工會 所以我覺得最後一句也是勉勵 就是 台大公會 就是還有各位 就是想要創業 或是有自己人生目標的夥伴們 就是我想 不論一時的成功 或是一時的失敗 我們都應該要堅持到最後 好那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台電公司 台電公會 各位 他也知道 提供一些我們電力公會的一些經驗 我們電力公會有一位 過去有一位 藝術長 苗嘉宁 他是執政黨的中常委 所以在政治的政黨這個關係上面 但是目前喔 就是台電的員工或者中油的員工 這些就是經濟部所屬事業的員工 因為經濟勞工身份跟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目前也是沒有所謂年金 所以目前也是我們也持續在 那我就想想你們的 你們的學生的台大的工會 是不是可以第一個 就是參加全產會 全國產業工會 總工會那邊去 去給你們一些協助 第二個 你有沒有 就是 申請這個勞動部的一些函事 沒有看 看起來你的法律地位是有 有在商榷 所以 是不是函事 或者說 更上就是 入大法跟私協等等 走這個法律的路徑 然後剛我講的一個是政治的路徑 再來一個是法律的路徑 再來 媒體的路徑 就是多管 多管齊下 這樣子 我會不想你們需要一些 一些其他的 像 像說我們電力工會的這種 可以來請教 這種 可以運作很久的工會 對對對對 非常謝謝這位朋友 我簡單回應一下 在法律地位上面 目前是說 台大有 台大前面前面那一張有提到 台大 台大敗訴 那這個敗訴 基本上只是一審 那他還可以再上訴一次 那他上訴的期間是三個月 所以 我們還不知道台大會不會繼續上訴 如果台大不繼續上訴 那基本上 台大公會在法律上面的地位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沒有人質疑我們了 OK 這是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是如果 視線的話他必須要有標的 就是他一定是某個法有問題 就是他不是一個事實 就是如果事實認定上面的問題的話 是沒有辦法透過視線來解決的 這是法律上面的一些 對對對對對 那 政治上面的話 目前 因為學校都不太理我們 所以我們 沒有 基本上沒有這個 這個隱憂跟擔憂啦 比方說 教務長他今天要通過一個法 或學務長他今天要通過一個法 他基本上不會 care學生到底在想什麼 或學生的意見什麼 也不會有人被延攬入閣 或者是去當台北市勞工局局長的這種情況 所以確實我們台下公會 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基本上 都還是打媒體戰 對對對對對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可以我們可以 嗯 私底下請教 就是 台電也是會有代理 台電公會 電力公會直接代表 就告經濟 喔 對對對對對 直接去教育部 對對對 我們在3月跟4月的時候 我們會在教育部有 3月18號禮拜二早上 會在教育部有一個非常 非常浩大的抗議 那其實 我們 我們有類似全產總的這種工會 叫高教工會 高教工會 基本上是產業工會 那我們是企業工會 對對對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 企業工會就是每一個企業 下面可以有 跟企業平行的工會 產業工會 比如說跟電資 或跟機械有關的 所有的企業的勞工 可以組成一個 產業的工會 因為比如說紡織廠 紡織業 它就可以有個紡織的 產業工會 那各個紡織廠 也可以有自己的企業工會 這樣子 對 那這是簡單的回憶 那看有沒有其他的 夥伴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最後一個問題 嘿 請說 是 是是是是 沒有錯 我記得你也是台大的同學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對 我們目前的成員主要是社會系 還有法律系的 還有法律所跟社會所的同學 那但是我們最近也不斷不斷的去增加 離工科系的學生 像我們所上就有一些材料所 或者是土木所 還有電子所 電子所的一些朋友 然後加入我們台大工會 因為畢竟 每一個所或者是每一個 每一個所其實就像每一個企業 或社會裡面的各個不一樣的 community 其實他們都有不一樣的做事情的方式 然後他們對於勞工或對於超時工作的 這些認定其實也差別蠻大的 所以我們確實會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學生 就是願意加入台大工會 所以這確實是台大工會 目前最迫切的一個目標 那從這個目標其實我覺得也可以衍生出 我覺得任何一個組織 你內部成員的多元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如果你這個成員的 都是性質過於單一集中 那我想這個組織可能沒有辦法走得太遠 因為他就會失去一些創新的一些動力 對 這是我大概 覺得可以跟各位一起share的 好 掌聲謝謝林高 謝謝林高 謝謝林高